回到新闻现场连续假期第二天 我们来看看各地游乐园的热闹景象 夜者们大多都有把握住在防疫降到二级后的 第一个连续假期大打优惠果然奏效 云林剑湖山预估这波廉价人潮比起平常假日多了五成 台城丽宝乐园则估计游客多出两到三成 至于南投的九族文化村同样也是人潮满满 乐园入口大排长龙凑着四天 中秋廉价不少民众纷纷跑到游乐园准备大玩一场 天气热最受欢迎的就是水上游乐设施 云林骨坑剑湖山趁着廉价大打优惠 19岁以下门票不到200元 另外持今年七八月以及90月的发票 有9或者是9月的寿星也有门票优惠 这阵子的假日比起来的话 其实大概会有接近五成以上的成长 防疫警戒交二级后的第一个廉价 台中天气晴朗丽宝乐园同样人潮满满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出门放风游玩 乐园也祭出优惠 15岁以下儿童只要一名大人同行 就可以免费入园 我们在预估中秋廉价的这个假期呢 人潮预估会比平常多两到三成 以美丽的原住民五道欢迎到此 亦有的游客南投九族文化村不但祭出门票优惠 还可以免费搭乘日月潭缆车 继续假日的第二天 游客的人潮明显的比昨天还要多 乐园大打优惠就是要大西游客 盼能稍稍补足因为疫情而影响的业绩 民众还是要做好防疫措施才能玩得尽兴又安心 接着中部综合报道